Cora2021年时踏入了NFT市场 她的作品都是以一个裸体 却遮着脸的人为主题 称作NUDE 她将自己的故事画入每张图 而透过不断的创作 她收到许多顾客正面的回馈 也才让她慢慢在绘画的过程中找到方向 把脸遮起来这件事情 因为会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我一开始真的是 没有想太多在做 对啊 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些情绪在里面 所以在跟我朋友讨论说 那你觉得NUDE的核心是什么 然后她就会觉得 你不觉得现在的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活着的吗 就是她没有办法用一个很 纯粹的方式表现自己 她没有办法用最直接的情绪 去表达她 表现她自己 也许她是因为在很多社会的框架下 她觉得她自己不够好 或者是她长得不够好看 但是每个人都还是得在社会下生活嘛 所以也许我们就是用 隐藏一部分的自己 这样子在社会下生活 她说她觉得NUDE就很像是这样 Cora利用许多平日和假日的时间绘画 她的灵感都是来自日常生活中 因为曾经在兰语当过小学老师 Cora的作品充满了当地色彩 富有海洋的元素 以及兰语当地的文化特色 就真的是生活中耶 因为那时候才刚离开兰语没多久吧 而且那时候疫情刚开始 因为都待在家 所以就一直回想 回想以前在兰语的生活啊 然后或者是说 那天发生了什么四八星 把它画下来这样子 那时候在做NUDE的时候 我觉得超浪漫的 超爱画完之后 然后就写一首诗 在进入NFT市场后 Cora开始慢慢认识性别平全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创作者皆为男性 女性在这个产业中的地位 相较男性更为弱势 很多人会开始提上 要大家都支持女性艺术家 对此 Cora却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在做NFT的时候啊 的早期 很多人都是在网络上 就是在推特 因为NFT最大的社群平台就是推特嘛 然后他们就会在上面说 大家要支持女性艺术家 那我就想说 为什么当女性艺术家这么重要 就是为什么性别必须被拿起来讲 因为我不能当一个 你不知道我是男生还是女生的 就是后面画图的人嘛 为什么要 因为我是女生 然后特别支持我这样 其实这个并不是因为 因为NFT的关系 所以女生很弱势 而是我觉得整个社会 女生就是很弱势 前一阵子有一个国艺会 有一个艺术计划补助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写一个 企划书 然后也是想要把NUDE带出 就是所谓女性艺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 那个企划书下来 如果企划书有过的话 那也许经费可能就可以比较 比较不用压力这么大 做这件事情吧 但是如果他没有过的话 那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我想要做的创作 把它做完 不过他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没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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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